来看了一个片子 这个片子呢 其实里面讲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我们上午再三给大家讲的 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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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片子当中 大家是不是对它有了一定的认知 还有一个炎症 这里边所说的炎症和炎症因子 其实就是我们上午强调的慢性炎症 急性炎症没这么复杂 急性炎症是什么引起的 细菌引起的 对吧 细菌引起的炎症很简单 杀灭它你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青霉素啊 抗生素啊 头包啊 等等等等 这个些药物呢 在大家心目中针对细菌性炎症 非常简单 这些其实恰恰是叫做靶向性治疗 为什么会谈到一个观点 人类按照一个一个器官去看 其实没有把自己理解清楚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给大家强调的 你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包括丁酸啊 饼酸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物质 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产生和肠道密切相关 这是我们人必须的 只要是他们在什么病都会好 大家是不是能理解一些了 首先说运动是不是一个致病的因素 运动会导致你的身体更健康 这个当然我们说的是适量的运动 如果说过于追求极限运动化呢 也会造成一些损伤 那么纯净生活也是这样的一个理念 人类啊不应该去过这种光吃不动 更不应该过胡吃不动的日子 但是我们现在的是不是太多的人 觉得自己是处于胡吃而不动的情况之下 来觉得自己或者说你身边的人 有很多人处于胡吃而不动的情况之下的 打个一我看一下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 做是属于看到很多人属于胡吃而不动 就完全不懂得营养这个健康结构 是不是是不是有很多人属于在这样一个状态 胡吃而不动对吗 那么你觉得你去哪里找丁酸 你去哪里找饼酸 你去哪里做这样的一些肠道功能的恢复 当你肠道的功能 刚才也讲的很明显的一句话 肠道你受到的所有的刺激 都是食物在肠道当中进入了你的血液 这样的一些我们所说的 醋炎因子 它在你的血液当中就会流动起来 醋炎因子的来源也给大家说了 可包括丁酸的产生 它除了运动之外 还有一个方式 什么产生的 益生菌 好 什么让益生菌更容易产生呢 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纯净生活的第一条 限制精米白面 因为精米白面里边没有膳食纤维 限制糖 它给你提供的叫做什么呢 叫做多巴胺的分泌 它能够给你提供快乐 可以把精米白面糖理解成为新型的毒品 甚至包括水果 我们为什么建议大家 就是上午有些伙伴说 我用香蕉补甲行不行 我为什么一定要反对 因为你为了补甲 你的香蕉的量半斤是不够的 任何水果的量半斤都不够 为什么让你们吃苹果 你们会发现苹果是一个没有特点的水果 大家是不是觉得苹果没有特点 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美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每天一个苹果不用找医生 为什么会把苹果摆到了这样高的一个位置 就是因为苹果它没有特点 但是它很均衡 大家能理解了吧 苹果是一个没有特点 但是它很均衡 而且大家会发现苹果 因为它里边含有着大量的果胶 含有着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你吃苹果 你能吃饱 你吃草莓 你吃不饱 钢炸钢汁 尤其是不能榨果汁 你啃一个苹果吃 大家会有一种饱腹感 就是你把苹果吃饱了 你在吃蔬菜 你在吃粮食的时候 你的量会下降一些 也就是说 它虽然说苹果也有热量 但是它的热量摄入之后 能够减少一些 你其他食物的一个热量 这是苹果被我们 作为营养学者 强力推荐的一个原因 而为什么不会推荐草莓呢 你知道你草莓能吃多少 你知道你西瓜能吃多少 觉得自己能干掉半个西瓜的 打个一打个二 我看一下 能干掉半个西瓜 你知道半个西瓜的糖分 对于你来讲 带来的损伤会是巨大巨大的 因为它的量会被你不可控制的超了起来 但是你吃西瓜皮就吃不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一些物质 你吃西瓜 为什么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好吃 含糖量高 它所带来的这个奖励性的分泌 会不断的促进你 吃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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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的热量就会上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控制住 精米白面和我们所说的糖 甚至来讲你们讲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发现 你特别能吃牛奶 如果牛奶酸奶奶酪 三个物质 或者我们再把黄油加上 这四个物质放在一起 你喝一瓶牛奶一定不是问题 但是你把同样的牛奶做成酸奶 你能把它吃完的难度就大了一些 你把它做成了奶酪 你再把它吃光的难度就会变得更大 而黄油同等体质下 你吃不下去 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牛奶你能喝一瓶 但是酸奶你吃着就没有 如果不给你加糖 不许加糖 这个酸奶你吃的量就要受影响 这个同样的奶 做成了奶酪 干燥成了奶酪 这个东西你去嚼着它吃的时候 你吃的量就会少 这也是汤我 还是要受影响 那些程度就会切成了奶酪